現在我要來解說一下這個魔術帽 那這個魔術帽呢 它有一邊是黑色的 一邊是這個魔術帽跟問號 然後呢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這個魔術帽呢 它是可以這樣上下移動的 那移過來呢它就變成兔子 移過來它是問號 所以一開始呢你可能就是拿這樣子 然後呢你可以問小朋友 你看到魔術帽會變出神 然後呢你就這樣子轉過來 轉過來的時候呢把這個魔術帽呢 就是把它撥下來 就是轉過來的時候呢 這樣子轉過來的時候把這個魔術帽呢 往下撥下來 然後呢轉過來 撥下來 那要注意那個角度問題 不要讓觀眾看到那個 這個魔術帽 把它撥下來 然後呢問完之後呢 你就打開 兔子 所以我們是不是在稍等 那邊再用一個魔術帽 給大家一點點 感谢观看